老婆 我回来了 晓晓 你怎么吃这个 妈妈没给你做饭吗 没有 你在干嘛呢 我在外面有点事 我这边有点草 等我回去再说 来 你先喝点奶 爸爸去给你做饭 快坐下吃饭吧 我在外面吃过了 你最近总是早出晚回 是不是在外面遇到欣赏你的人呢 你别想多了 就是我跟林宁逛街的时候她送我的 不像你 给你要个手机 说了多少次了 没有孩子之前 我对你花钱 从来没有含糊过吧 有了孩子之后 我省点 不然是为了这个家吗 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知肚明吧 你对你自己怎么样 我不管 因为你是男人 你就要肩负起 对这个家的责任 对 我整天在外面拼死累活 早就无所谓 自己像不像的男人 不像你 整天就想着怎么花钱 现在 连自己的女儿 也不管了 我承认 今天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 是我不对 她还那么小 你让我觉得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父亲 既然你改不了 那我也忍不了 李文吧 你疯了 就因为这点小事 你就让这个家说散就散吗 以前我舍不得孩子 即使你对我没了感情 至少 这还是个家 现在你连孩子都不闻不问 这个家的意义在哪 李二狗 你不要觉得我非你不可 外面优秀的男人多了去了 你记着 任何一文不值的人 在外面 都有欣赏自己的人 如果你对待婚姻的态度 能够至实如意 你可能会因为短暂的快乐 因此搭赏你的一生 你就这么狠心不要这个家了吗 你们都不要我了 都没有人给我买了一大事 都来了 爸爸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 以后呀 妈妈再也不会把你一个人 丢在家里了 小小 你放心 爸爸跟妈妈 永远不会分开 对不起 今天没有照顾好孩子 还跟你发脾气是我的错 以后我会考虑你的感受 你可以原谅我吗 老婆 今天我也太冲动了 在女人面前 跟你搭吵一架 以后 我会努力做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 谢谢你老公 以后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爸爸妈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